《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作者 保罗·科爱略 翻译 丁文林 《影子》 《炼金术士》拿起一本书 那是商队中的某个人带来的 书没有封面 但可以辨认出作者的名字 奥斯卡·王尔德 在翻阅那本书的时候 他看到一篇关于水仙花的故事 《炼金术士》知道这个关于水仙花的传说 一个英俊少年 天天到湖边去欣赏自己的美貌 他对自己的容貌如痴如醉 竟至有一天掉进湖里 溺水身亡 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一株仙花 人们称之为水仙 奥斯卡·王尔德 却不是这样结束故事的 他写道 水仙少年死后 山林女神来到湖边 看见一壶淡水 变成了一潭咸咸的泪水 你为何流泪 山林女神问道 我为水仙少年流泪 湖泊回答 你为水仙少年流泪 我们一点也不惊讶 山林女神说道 我们总是跟在他后面 在林中奔跑 但是只有你有机会 如此真切地看到他英俊的面旁 水仙少年长得漂亮吗 湖泊问道 还有水比你更清楚这一点呢 山林女神惊讶地回答 他每天都在你身边呢 湖泊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开口说 我是为水仙少年流泪 可我从来没注意他的容貌 我为他流泪 是因为每次他面对我的时候 我都能从他眼睛深处 看到我自己的美丽印象 多美的故事啊 炼金术时感慨 上步 这个男孩名叫圣地亚哥 夜幕降临时 圣地亚哥赶着羊群 来到一座废弃的老教堂前 很久以前 教堂的屋顶就塌掉了 原来圣气室的位置 长出了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 男孩决定在这里过夜 他把羊群全部赶进破烂不堪的大门 随即挡上几块木板 防止他们夜间出逃 这个地区没有狼 但有一次一只羊在晚上逃了出去 害得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去寻找 圣地亚哥将自己的外套铺在地上 躺了下来 把刚刚读完的一本书当作枕头 睡着之前 他提醒自己 必须开始读一些更厚的书籍 读厚书能消磨更多的时间 夜间当枕头用也更舒服 醒来时天还没亮 透过残破的屋顶 他看到星星在闪烁 他心说 真想多睡一会儿 他做了个梦 和上周做的梦一模一样 而且又是梦没做完就醒了 男孩爬起来 喝了两口酒 然后拿起木羊棍 呼唤人在沉睡的羊群 他早已注意到 只要他一醒 大多数的羊也都开始醒过来 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 把他的生命 和那些羊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两年来 那些羊跟着他走遍了这片大地 四处寻找水和食物 这些羊太熟悉我了 已经了解我的作息时间了 他喃喃自语 略加思索 他又想 事情也可能正相反 是他已经熟悉了羊群的生活习性 然而 总有一些羊会拖延一会儿才行 男孩就用牧羊棍挨个瞳醒他们 同时呼唤着羊的名字 他一直坚信 羊能听懂他说的话 因此 他时不时给羊群读一些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书籍的章节 或者对羊群诉说 自己在野外的孤独和快乐 或者评论一下 在经常略过的城镇 见到的新鲜事 不过最近两天 他的话题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女孩 一个商人的女儿 住在距离这里四天路程的一个镇上 他只到那里去过一次 是在去年 那个商人是一家纺织品店的老板 他喜欢看人当着他的面剪羊毛 以防别人弄虚作假 一个朋友指点男孩去那家店铺 于是他便赶着羊群到了那里 我有点羊毛要卖 他对那个商人说 店里人满为患 老板让圣地亚哥黄昏时分再来 男孩便到店铺前的鞋坡上坐下 从搭链里掏出一本书 我以前以为牧羊人不会读书 一个少女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 是个典型的安达卢西亚少女 一头黑发瀑布般垂下 眼睛使人隐隐约约 想起古代的征服者摩尔人 一住 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 那是因为羊群交给人们的东西 远比书籍要多 男孩回答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少女自称是纺织品店老板的女儿 还谈到镇上的事情 她说 这里的生活一成不变 天天如此 圣地亚哥谈起安达卢西亚的田野 谈起他经过的村镇里的新鲜事 他很高兴 因为不必总是跟羊群说话了 你是怎么学会读书识字的 和其他人一样 在学校里学会的 男孩回答 既然会读书识字 为什么还当牧羊人呢 男孩随便岔开了话题 没有回答 他确信这个问题 女孩永远无法理解 他继续讲述路上的经历 女孩那双酷似摩尔人的小眼睛 一会儿因害怕而瞪得浑圆 一会儿因惊奇而眯成一条缝 时间流逝 男孩开始期盼这一天永远不要结束 期盼女孩的父亲一直忙碌下去 可以让他再次等上好几天 他感觉自己正生起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冲动 永远定居在这个阵子 他感觉和这个黑头发女孩在一起 每天都会是新的一天 然而那个商人最终还是来了 他让圣地亚哥剪下四只羊的毛 然后付了相应的钱 让男孩隔年再来 四天后就要再次去那个镇子 圣地亚哥既兴奋又忐忑 也许那个少女已经把他忘了 有很多卖羊毛的牧羊人去那个商店 没关系 男孩对他的羊群说 我在其他村镇也认识别的女孩子 但是他内心深处明白 这对他很重要 不管是牧羊人 海员 还是推销员 总会有一个地方令他们魂牵梦营 那里会有一个人 让他们忘记自由自在周游世界的快乐 天刚破晓 圣地亚哥并赶着羊群朝日出的方向走去 这些羊群永远不需要拿什么主意 他想 也许这就是他们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原因 羊唯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水 只要他了解安达卢西亚最好的草场 羊群就将永远跟随他 即使日复一日在日出日落之间苦熬 即使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从未读过一本书 也不懂人的语言 听不懂人们讲述的新鲜事 只要有水和食物 他们就心满意足 作为回报 他们慷慨地奉献出羊毛 心甘情愿地陪伴着牧人 时不时地还奉献出自己的肉 如果我变成魔鬼 决定把他们一只接一只杀死 他们也只在整个羊群几乎被杀光的时候 才会有所察觉 男孩想 因为他们相信我 而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本能 这只是因为我能引领他们找到食物 男孩对自己的这些念头感到惊讶 也许是因为那座里面长着无花果树的教堂太残破不堪 他又做了一个与以前一样的梦 他开始嫌弃忠诚地陪伴在他左右的羊群 他喝了一口酒 这是昨天晚饭时剩下的 然后裹紧外衣 他知道 再过几个小时 太阳就会升到头顶 那时酷热难熬 他就不能领着羊群在旷野赶路了 夏季是整个西班牙睡午觉的季节 酷热会一直持续到入夜 而在酷热降临之前 他不得不一直披着外衣 然而每当他想抱怨外衣沉重时 总会想起多亏这件衣服 才不会在清晨感到寒冷 必须随时准备应对天气的突然变化 圣地亚哥想 并对外衣的厚重心存感激 外衣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而男孩亦有其生活的道理 两年间他走遍了安达卢西亚的平原大川 把所有的村镇都记在了脑子里 这就是他生活的最大动力 他盘算着 这一次要告诉那女孩 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 会读书十字 他曾经在一所神学院里待到16岁 父母希望他成为神府 成为一个普通农家的骄傲 而他们一生只为吃喝忙碌 就像圣地亚哥的羊群 他学过拉丁文 西班牙文和神学 但是从海提时代起 他就梦想着了解世界 这远比了解上帝 以及人类的罪孽来得重要 一天下午 回去探望家人的时候 圣地亚哥鼓足勇气告诉父亲 他不想当神府 他要去云游四方 孩子 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过这个村庄 父亲说 他们为追求新奇而来 但是他们没有差别 他们爬到山丘上去看城堡 认为城堡金不如锡 他们或是一头金发 或是皮肤有黑 但他们和咱们村里的人没啥两样 但是我却没见过他们家乡的城堡 男孩反驳说 那些人一旦了解了我们的田园和我们的女人 就会说他们愿意永远留在这里生活 父亲说 我希望了解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他们那儿的女人 因为从来没有人留在这里 男孩说 那些人来时口袋里装满了钱 父亲又说 而我们这里只有牧羊人才四处游走 那我就去当牧羊人 父亲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 父亲给了男孩一个钱袋 里面有三枚古老的西班牙金币 有一天我在地里发现了他们 原本想因为你进修道院而献给教会 拿去买一群羊 云游四方吧 总有一天你会懂得 我们的家园才最有价值 我们这的女人才最漂亮 父亲祝福了他 从父亲的目光中 男孩看出 父亲也想云游四方 这个愿望一直存在 尽管几十年来 他一直将这个愿望深埋心底 为吃喝而操劳 夜夜在同一个地方睡觉 地平线被染成一片阴红 太阳露出脸来 男孩回想起父亲的谈话 心情愉快 他已经到过许多城堡 见过许多女人了 但没有一个能与那个 等了他两天的女孩相比 他有一群羊 一件外衣和一本书 用这本书可以换来另一本书 不过 最重要的是 他每天都在实现 自己人生的最大梦想 云游四方 一旦厌倦了安达卢西亚的田野 他就可以卖掉羊群 去当海员 等厌倦了海洋 他早已到过许多国家 见过许多女人 经历过许多幸福时刻了 此时圣地亚哥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想 不知道神学院里的人是如何寻找上帝的 只要有可能 他总要找一条新路走走 以前他多次路过这一带 但从未到过那座教堂 世界广袤无垠 如果他让羊群引领自己走上一段时间 定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 问题是 羊群不会察觉 他们每天都在走新路 不会发现草场在变化 四季有区别 因为他们一门心思想着喝水 吃草 也许我们大家全都如此 圣地亚哥心想 我就是这样 自从认识那个商人的女儿 我就再没想过别的女人 他看了看天空 估计午饭前会抵达塔利法 可以在那里用自己手上的书 换一本更厚的书 把酒囊灌满葡萄酒 还可以刮刮胡子 理理发 他得准备好去见那个女孩 有一种想法让他觉得恐惧 另一个牧羊人在他之前 赶着更多的羊去向女孩求婚 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才使生活变得有趣 男孩一边思索 一边抬头 看了看天 加快了脚步 他突然想起一位住在塔利法的老妇人 她会解梦 而头天夜里 她做了一个曾经做过的梦 老妇人领着男孩走进最里面的房间 那里与客厅只隔着一道 用塑料彩带制成的帘子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 一幅耶稣圣心像 还有两把椅子 老妇人坐下来 让男孩也坐下 然后她握住男孩的双手 轻声祷告起来 似乎是吉普赛人的一种祈祷词 男孩在途中遇到过许多吉普赛人 他们云游四方 但从不放牧羊群 人们说吉普赛人靠骗人为生 还说他们与魔鬼定有契约 拐骗儿童 让孩子们在他们神秘的帐篷里当奴隶 男孩小时候一直非常害怕被吉普赛人拐走 当老妇人拉住他的双手时 以前那种恐惧感又出现了 不过这里有耶稣圣心像呢 男孩想 极力使自己镇定些 他不想自己的手发抖 不想让老妇人觉察出他很害怕 他默默地念诵了一遍主导文 太有意思了 老妇人说道 两眼一直盯着男孩的手 接着沉默了 男孩十分紧张 双手不由自主颤抖起来 老妇人感觉到了 他急忙把手抽出来 我不是来这里看手相的 他说 开始对走进这所房子感到后悔 有那么一会儿他想付了钱 马上走人 哪怕一无所获呢 可他太在乎那个梦了 那个梦他做了两遍 你是来这解梦的 老妇人说 梦是上帝的语言 如果上帝用的是尘世间的语言 我就能解你的梦 但是 如果上帝用的是魂灵的语言 那就只有你自己能理解了 但不管哪种情况 我都要收咨询费 男孩心想 是一个圈套 尽管如此 他还是决定冒一下险 牧羊人总会遇到风险 要么是狼群 要么是干旱 恰恰是这些 使牧羊生涯更刺激 我接连两次 做了同一个梦 男孩说道 梦见我和羊群 在一片草场上 这时来了一个小孩 和羊群玩耍 我不喜欢别人逗我的羊 他们害怕生人 但是小孩子 往往能够和羊混在一起 而不让羊受到惊吓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羊怎么会识别人类的年龄 接着说你的梦 老夫人说 我的炉子上还做着锅呢 再说了 你只有那么点钱 不能把我的时间都占了 那小孩跟羊 又玩耍了一阵子 男孩继续说道 表情有些不自然 突然间 他抓着我的手 带着我去了埃及金字塔 男孩停顿了一下 想看看老夫人 是否知道埃及金字塔 然而老夫人沉默不语 埃及金字塔 为了让老夫人听得明白 男孩缓慢地重复了这几个字 那小孩当时对我说 假如你来到这里 将会找到一处隐秘的宝藏 就在他要把宝藏的具体地点告诉我时 我却醒了 两次梦都如此 老夫人继续沉默 片刻后 他重新抓起男孩的手 仔细查看起来 目前我不收你任何费用 老夫人开口道 但是 如果你找到了那些财宝 我想要其中的十分之一 男孩笑了 他很开心 仅仅由于那个梦设计财宝 他眼下就不必破费了 老夫人大概是个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都很愚蠢 那么你解释一下我的梦吧 男孩说 你得先发誓 发誓把财宝的十分之一给我作为交换 我就给你解梦 男孩发了誓 老夫人又要求他对着耶稣圣心像重复了一遍誓言 这个梦用的是尘世间的语言 老夫人说 我可以解这个梦 但解释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我认为把你找到的宝藏给我一份是理所应当的 这个梦表明 你应该前往埃及金字塔 我从未听说过金字塔 不过既然是个小孩让你见到了他 那金字塔就一定存在 你将在那里找到宝藏 变成富翁 男孩感到有点意外 然后又很气愤 要是为这样一个解释 他根本没必要来这找老夫人 好歹最后他想起来 自己并未付任何费用 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听这样的解释 他说 所以我先前就对你说过 你的梦非常难解 简单的事情往往最异乎寻常 只有智者才能看透 我不是智者 所以必须有其他的能耐 比如看首相 那么我怎样才能到埃及呢 我只管解梦 不会把梦变成现实 因此我只能依靠女儿们养活 如果我到不了埃及呢 那我就拿不到酬金了 这是尝试 之后老夫人没再说什么 他让男孩离开 因为他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 已经够多了 圣迪亚哥失望地走了 他决定永远不再相信梦 想起还有几件事需要办 他先去商店买了些吃的 又用手上的书换了一本更厚的书 然后坐在公园里一条长凳上 品尝刚买来的新酿葡萄酒 是个大热天 葡萄酒使他的身体凉爽了些 其中的奥秘令人费解 杨群留在了城门外 关在了他新结石的一个朋友家的羊圈里 在那一带他认识很多人 这正是他喜欢云游四方的原因 因为总能结交新朋友 而且不必天天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当总是面对同样的面孔 像在神学院里那样 就会渐渐让那些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而由于他们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就想改变你的生活 如果你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他们就会不高兴 因为对于该怎样生活 所有人都有固定的观念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该怎样生活 却一头雾水 就像那个给人解梦 却不会把梦变成现实的老妇人 他决定等日头一落 再领着羊群继续赶路 再过三天 他就能见到那个女孩了 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但是是些人aj不错 好 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